哈里王子这次又惹上麻烦了 7月11日 他将在洛杉矶的SB颁奖典礼上 接受帕特蒂尔曼服务奖 原因是他在不可征服运动会中的工作 这听起来是个荣耀 但高级国防官员海军上将艾伦·维斯特勋爵 严厉批评了这件事 维斯特勋爵直言不讳地表示 哈里接受这个奖项只会激怒退伍军人 他应当拒绝接受这个奖项 不得人心的哈里 近年来的行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之前在另一项美国奖项中 被评为航空界再是传奇人物 这引发了巨大争议 工党贵族称他可悲 现在他又要接受 已在阿富汗阵亡的美国战争英雄 帕特蒂尔曼命名的奖项 维斯特勋爵毫不客气地说 哈里王子应该认真考虑 是否应该接受诸如杰出飞行员和勇敢等奖项 维斯特勋爵认为 ESPN之所以选哈里 是因为他的知名度能带来宣传效应 但对于哈里本人来说 这种宣传是负面的 蒂尔曼是一位在9月11日事件后 放弃高薪职业参军的美国足球明星 20年前在阿富汗服役时被友军误杀 年仅27岁 他的母亲玛丽对此表示震惊 质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备受争议的人 来获得这个奖项 看看哈里近几年的得奖历程 2019年 哈里被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授予 结出贡献奖 2021年哈里因其在不可征服运动会中的表现 被授予年度公益人物 2024年1月 在被福利山庄的一场盛大宴会上 哈里获得了航空传奇人物奖 每个奖项都引发了大量争议和批评 质疑他是否真正配得上这些荣誉 尤其是航空传奇人物奖 他与阿波罗11号英雄巴兹奥尔德林 一起受风时海军上将维斯特勋爵毫不留情的说 他不是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 帕特蒂尔曼奖以无名英雄为主 去年的奖章被授予了布法罗比尔美式足球队的训练人员 他们在球场上就活了一名濒死的球员 这次 ESPN称哈里 因其通过不可征服运动会不懈努力 利用体育的力量为退伍军人社区带来积极影响而获得表彰 尽管如此授予他这个荣誉的决定却引发了强烈反对 哈里的传记作者汤姆鲍尔表示 这次风波表明美国对苏塞克斯公爵和他的妻子梅根的敌意日益加深 资深王室专家菲尔丹皮尔指出 哈里在军队服役时曾找到友谊和目标感 但现在他已经变得疏远和脱离现实 丹皮尔说 真正让哈里王子脚踏实地 与现实保持联系的 是他的军队服役经历 他对此感到震惊 这表明他已经变得多么疏远和脱离现实 哈里王子生活在一个镀金的泡沫中 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和妻子之间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敌意 他的团队拼命游说获得重要奖项来巩固他的声誉 但这种强烈的反对情绪会让他们未来更难获奖 鲍尔表示 哈里王子生活在一个镀金的泡沫中 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和妻子之间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敌意 他的工作人员游说获得重要奖项来巩固他的声誉已经成为常态 退伍军人社区的一些人正在为帮助退伍军人做出巨大贡献 但他们没有哈里王子那样的金钱 资源 人脉 获特权 反而是这些人应该得到认可 玛丽蒂尔曼对哈里接受这个奖项感到震惊 她表示 我很震惊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备受争议和分裂的人来获得这个奖项 哈里需要从这次经历中吸取教训 并在将来更深入地思考自己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奖项 他需要认识到 这些奖项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而是真正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哈里进入了一个充斥着娱乐手印 轻松赚钱和媒体采访扭曲的虚假世界 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平民气质 他应该意识到 或者他的公关人员肯定应该意识到 这个奖项会显得不合适 会惹恼一些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 并会引起强烈反对 此外 据知情人士爆料 查尔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 不惜与儿子哈里王子断绝关系 这种激烈的家庭纷争 在梅根马克尔的好友 奥米德斯科比的新书《终局》中 得到了详细揭露 据斯科比描述 这些年里 查尔斯和哈里之间的裂痕并非偶然 而是查尔斯和威廉王子 精心策划的一场清洗行动 哈里王子的罪行在于 他开始表达独立思想 并将个人目标置于皇室职责之上 这一切让皇室的传统保守派 尤其是查尔斯和威廉感到极大的威胁 哈里的独立思想被视为对王位的直接威胁 必须被清除 斯科比指出 皇室内部高层逐渐形成共识 认为哈里在皇室控制之外的潜在影响 必须受到限制 查尔斯对哈里的个人抱负不屑一顾 冷酷地认为唯一的选择 就是与自己的叛逆儿子断绝关系 为了保护君主制 甚至不惜严重破坏家庭关系 斯科比的消息来源透露 逐渐将哈里推出皇室内圈的计划 是在确保王室在公众面前保持体面的同时 私下里对哈里的反抗进行强硬打击 讽刺的是 查尔斯和威廉驱逐哈里的无情方式 可能对君主制造成更大的伤害 曾经团结的王室如今裂痕明显 损害了他们声称要保护的形象 查尔斯将哈里视为一个问题需要消失 而不是一个拥有有效观点的家庭成员 这样的做法短期内或许能维护制度利益 但长期来看 无疑会损害家庭团结和亲和力 通过这一系列的无情手段 查尔斯国王不仅失去了一个儿子 还可能失去了未来的支持者 他的高风险策略或许能暂时维护王位的稳定 但代价却是家庭关系的破裂和公众形象的受损 控制现在对未来的代价太高 这可能是查尔斯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皇室消息人士最近通过 MSN向媒体爆料 卡米拉王后以一种近乎独裁的姿态试图垄断蓝色 这位消息人士透露 卡米拉的设计师杰魁 米金已经明令禁止凯特和索菲 维赛克斯在王室活动中穿蓝色 为了确保卡米拉的独特性 她甚至规定只有王后能优先选择服装颜色 凯特王妃的标志性蓝色造型 已经成为她时尚风格的一部分 而现在 她却因为这场争斗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衣橱 专家罗希 哈特在《皇家衣橱衣书》中提到 蓝色既是和平的象征 又能传递现代气息 完美地体现了威尔士夫妇 对传统与进步价值观的追求 这场关于颜色的争斗已经引起了不少轰动 曾经秘金还对是否允许 友人和女王穿同样颜色的衣服有些担忧 而现在 只要蓝色的深浅不同就行 这种荒谬的规矩让人忍俊不禁 但背后却是皇室内部的不和 与争权夺利 卡米拉王后似乎对蓝色 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 这让凯特和索菲的时尚选择变得异常艰难 索菲同样钟爱蓝色 但为了避免与王后撞衫 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服装颜色 这样的规矩无疑给原本紧张的皇室氛围火上浇油 时尚专家哈特指出 蓝色不仅仅是皇室的传统颜色 更是现代与和平的象征 在他的书中 哈特详细分析了凯特王妃的服装色彩理论 称其传递出一种温和而坚定的现代女性形象 而现在 卡米拉的禁令却让这种形象受到挑战 这场争斗不仅让皇室内部矛盾 加剧 也让外界看到了皇室的荒诞一面 有人质疑 卡米拉是否过于自私 甚至有点而独裁 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也有人认为 这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时尚争斗 显得整个皇室有些小题大做 随着凯特逐渐恢复公众活动 人们或许会看到她在蓝色服装上的妥协 但这场关于颜色的争斗可能不会就此结束 卡米拉能否成功垄断蓝色 凯特是否会找到新的时尚标志 这些都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这场蓝色风暴不仅揭示了皇室内部的紧张关系 也让人们看到了时尚背后的权力斗争 卡米拉与凯特的争斗显得极荒谬又讽刺 展示了皇室生活的另一面 无论结果如何 关于蓝色的争斗已经成为了皇室历史上的一页 这不仅是关于时尚的争执 更是权力 地位和个性冲突的缩影 在皇室的光纤外表下 隐藏着的是更为复杂的斗争与较量 未来的蓝色将归谁所有 或许真正的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场争斗让民众看到了皇室的另一面 一个同样充满纷争与权力游戏的事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